主席、各位委員、美濟局局長和回航安全委員董事長 我請局長 局長 委員好 你好,我有看您的報告 前天大概我發行的人會來向我解釋說 我們這邊的委員有提出質詢 說他們的這個非安的整個程序沒有做好 整個工作沒有落實好 他們有來結帳 現在我那天有大家問 我給你看到 你會在那個渦輪裡面的一些引擎的部分 有所謂的生鮮屍 屍屍 不是啦 屍屍 屍屍 這個生鮮就好了 我就說 我就說 我說你如果說 一般 在非安的一般的組織 我們有個墓室 眼睛看 也有機器檢驗 也有一些用儀器檢驗 你這是怎麼都沒去看 看到這裡有水分 有生鮮 我這表是說你們平常的檢驗不落實 他才說 因為那個propeller在裡面 我們眼睛看不下去 所以你一定要念視鏡 那邊在遠身那邊看看看 蚵仔這裡有好色這裡有 這裡有 所以他們有這樣做 我認為是 應該是曉得怎麼做 但是做到不好色不小心 不小心 可能有一些疏忽 所以我在想說 今天這個安全報告 給你們的報告 應該都沒有問題 你們也四千的防範 你們的所謂的一些數據 要怎麼做 都有非常標準的SOP 只要給你們寄望一點 你們一定 在上位的局長 一定這個非安的檢查 非安的執行 要包括從那個 包括從那個 我自己的檢測 這個一刻一秒 都不能伺服 我只用這樣賣給你面對 你聽你講一下 看你做了 你做了好嗎 還是說對象要加強 給你兩分鐘 你說明一下 好不好 謝謝委員的指正 我想非安是絕對不能打折 那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 以國際民航組織 它所定的這些標準規範來講 我們也都遵照了這樣的標準跟程序來要求 那航空公司的部分 它也有 比如說它用的是這個機型 那原廠都有原廠的一個規範 所以怎麼樣 就是我們要監督我們的這個民航業者 依照相關的規範來執行 這是我們的職責 那我們自己的人員的部分 除了我們的標準組 還有一些查核 非安查核人員 那我們也有很多是航管同仁 那這些同仁都是 一點疏忽都不能夠出差錯的 所以我是要求說 在工作上 紀律一定要非常好 不可以有違反紀律的事情 好了 警長好了 我相信你講得有夠了 不用跟兩分鐘就講得差不多 現在我所最擔心的 我們台灣的航空公司 就是唐榮 我在國內還有六間 你懂嗎 你懂嗎 有沒有在買 所謂的澳手的連假機 你證明你有空前 因為我這邊有得到的資料 特別是在非洲 特別是在東南亞 有些國家 他們的航空公司 他就去買到銷機 買到銷機 買到銷機 我這個機票非常廉價 機票非常廉價 就是說出資率就特別高了 我們台灣這方面 我們有沒有管制 真的想要緊 跟我們報告 我們航空公司 他要買飛機 租飛機 都要銘唐局 同意 所以 我們了解 就是說 因為我知道 他們有買飛機 有租飛機 我們了解 我們的業者 沒有這種情形 沒有 台灣包括任何一家 包括國內 飛國 他們都沒有買 現在業者要買的都是 都是新飛機 都新飛機 這樣我就比較安心 因為東南亞 有些飛機的國家 他們的經濟 就要銷機了 所以 他們的肇事紀錄 是非常非常高的 這點是我比較煩惱 這點你們有管控嗎 有管控 有一種情形 有一個情形 可能要特別說明一下 就是說 比如說長榮 他有一架飛機 是登記在外國的 那他現在 要 因為他自己 有這個需求 所以他改登記為國籍 可能在表面上 是買賣 或者是租金 其實都是同樣的 那這個就是 就是 不再 剛剛講的 買新飛機 原來就是他的飛機 只是改登記國籍 有這樣的狀況 但是那些你改登記 那些沒得到 在國外飛十幾年了 沒有 沒有這樣的情形 還是新的 還是算新的 這點我拜託你 比較注意 你要舊機 要二手機 回來 它是的確有非常嚴重的問題 你還要怎麼維修 還是沒有辦法 達到我們非常百分之百的要求 現在我拜託這點 市長 日本這次發生的事情 發生的這個 包括地震 包括海嘯 大家是有目共睹 那個 禮拜六 昨天 我跟加入協會 我那個要一直跟他聯絡 等一下我還會跟他聯絡 因為我台南 台南 所謂的先島 是解滅室 先台 解滅室 我們 是我那個 來 來 我們朋友那邊介紹 華僑介紹 說願意跟台灣這邊談 我一直簽 後來 去我們就有簽約 做解滅室 現在先台受創 非常非常嚴重 你說米 以外台南 還是我個人的力量 要求全日本 我沒可能 要去全日本 大家要跟他掙災 要跟他協助 我沒有可能 但是說 既然說有解滅之言 我也在台南市 下市長說 我們這時候 我們就任養這個部分 我任養 這個先台的家 我就是想說 我要為台南 專機 海南用專機 我要送物資 送所謂的相關 包括可能是可以救醫療的人員 所以我們願意上中國去 這個你有沒有辦法協助 這個你有沒有辦法協助 我我覺得是這樣的 你不要以 反正說 我台南不行 你今天你可能 站在局長的高度 你應當大家 航空公司說一下 如果有任何的團體 任何的縣市 願意租包機 直接運送物資人員 到日本去震災的話 你們要用專案來協助 你應該做一個政策上的宣示 這樣有的人 譬如說 我台東的 我台中的 台中的有機場 我台中 我來請轉機 我來送人 送物資 直接要到那裡 你應該在這方面 我希望你說明一下 跟我們報告 如果是公務的飛機 比如說我們有軍機 要從台南機場起飛 然後到日本 哪個地方降落 我想這個都沒問題 軍機怎麼可以 軍機怎麼可以 對 我說那是屬於緊急救難的部分 但是如果是明航機 因為它會牽涉到人 進關出關的問題 所以必須要再有 日本我們沒有陸地簽證 日本人 我們只要人要去 沒有問題 如果我們要去 哪有什麼問題 如果是只有物資 沒有人 那又是另外一個情境 沒有啦 只要有人 也是醫療員員 醫療員員 還有一些其他人 這個我們來研究看看好不好 但是 台南 這個人這個研究 叫你頭上有問題 跟委員報告 台南 可以 可以飛 國際包機的事情 應該在 這個月 大概 沒有啦 不管啦 你這個緊急的處理 那又等到什麼 你原則上 你應該 政治上一個宣示 哪有地方的團體 哪有個縣市 願意用包機 直接送物資 送救援員員 到日本的話 民航局要 各航空公司 要全力協助 你怎麼說啊 跟委員報告好了 如果說 有這樣的需求 那我們 我們來 跟交通部報告 如果交通部同意 你同意 你 你要主張後 不是補給你 補給你 你這局長 你具有權 做這個決定 是 這邊還有牽涉到 那個CIQS的問題 CIQS都沒有問題 人家是沒有人 你CIQS啦 都說來來來 我會反應啊 是 是 我 了解 救災 救我們 就是在緊急 抽時間 再搶時間 還有什麼CIQS呢 我告訴你 你馬上 馬上 等一下 你說要請去 請出部長 請出部長一下 然後做一個新聞發佈好不好 是 我們來研究 我也不能讓你研究 你如果沒有要進入台 連這個也不能決定 這也不能做一個 做一個 好嗎 謝謝啊 謝謝啊 接著請 和立環委員 好 主席 今天是 局長